今次帶大家去到將軍澳Caprit 參觀一個實用面積708呎 三房兩廳的單位 一天門口就被這幅特色牆吸引了 這幅牆的顏色及設計渣很特別 因為這幅牆我們都用了女屋 很喜歡的不安空格 所以我們在門口旁邊的幅牆 伸延到客廳後面的幅牆 我們都用了這幅勾式花線去做 而為了增強客帆廳的空間感 我們的短色都用灰藍色 其他位置用白色、小灰色 可以增強客帆廳 某食花線牆如果配大型的燈色 就會顯得熟氣 所以設計師用簡單線條的燈 散發出輕盈的感覺 減低空間的壓迫感 設計師在飯桌後面 放了一個白色到頂的儲物櫃 增加收納空間 由於屋主有閱讀的習慣 所以客廳扶手椅旁邊 亦都放了同一個系列的補光吊燈 一條幼金屬支架 由天花板一直向下伸延 再連接球體形狀的燈 給人一種圓浮感 再一次營造出輕盈的效果 內屋主偏好白色的雲石紋 所以設計師在茶几桌面鋪了雲石 不單滿足屋主的要求 中同主題場的優雅氣質一致 由於單位是新樓 廚房設備齊全 所以決定保留原本的設計和間隔 不過原積掩門打開時 會擋住雪櫃門 於是設計師就把掩門改成半透式的燙門 不會阻礙兼眶位 還可以令到自然光透入廚房 屋主可以一邊煮食 一邊看著小朋友 為何這間房間會用玻璃的間隔 因為這個單位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客廳的深度不夠 第二個問題是這間房間非常窄 為了令到空間感大一點 所以我們就拆了這幅墻 改成半高的玻璃間隔 令到他視覺上會深很多 第二個問題是 這間房間就是小朋友的遊戲房 可能家人可以看到他怎樣在裡面活動 設計師還在遊戲房設置了一個大型的儲物櫃 給小朋友擺玩具和給屋主擺書 小朋友房間的空間有限 設計師就選擇了用多功能床 因為可以隨著小朋友長大調教高度 而床下的活動空間可以擺放其他的傢俬 節省得來又實用 房間的糖果式屋形收納櫃 給人一種童話的感覺 而動物圖案場子就令到房間變得活潑 和充滿生氣 而主人房的焦點就在床背的剪綠色長身 利用柔和的氣氛去營造出舒適的睡眠環境 床頭燈和客廳的吊燈屬於同一個格調 可以將客廳的優雅風格 延伸去到主人房 屋主兩夫婦上班下班的時間都不定時 所以特別要求要三遍下床 就算其中一方需要夜睡或早點起床 都不怕阻止對方休息 另外 旅屋主想有個專屬的化妝空間 設計師就將原本L型貴的其中一面 改為化妝桌